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压力区就是半年线8800点好像有点上不去这样 像今天又已经回测到五日均线了 有机会 他有上去也会下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盘整盘 你8600为什么有机会到8300或是8900 当然就是选一讲的 跟各位刚刚讲的半年线的位置大概是那个位置 那8300的位置是哪里 8300的位置大概就是 也就是大概季线的位置 就是上升季线的位置大概8300 我认为大概是就这样 那上下幅度就不大 那所以说是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什么 要做就是做 我们当然是做股票 那上下幅度越小越好 因为上下幅度越小 我们越容易掌握 我们容易掌握那种标股 就是投机嘛 越投机的意思 上下幅度越少 成交量越低 越投机 所以现在大家主力都很忙 可是投资朋友不忙 因为投资朋友不做啊 他做也做台积电 他做也做优达 不然你就会发现 你比较多了 你还不可以帮一趟 奇怪你只要这一趟而已 那些股票不去啦 没行情啦 你要报到十年以后啦 我可以跟你讲 做股票我们就是什么 马上要赚钱 我一直跟各位讲一个观念 就是最近啊 我一直讲行情不大嘛 讲一个观念就是 我个人在做股票 只有做三党 对不对 做三党 不涨马上砍杀 我绝对不留活口的 我不跟股票谈感情的 你只要马上三天不涨 我翻脸了 我的高平三天没去我避免了 我就跟他翻脸 我不是跟你翻脸 我是跟股票翻脸 我就不要啦 为什么我要买一档烂货呢 我买一档股票 他就是要涨 他如果不涨 他对不起我 我没有时间跟他鬼混啦 因为有1600档等着我买啊 还有别档股票等着我去买 我如果说把资金卡在那个地方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那股票有的股票涨上去 我怎么办 我就没有钱去买别的股票 因为我们只有买三档 是不是 那买三档的意思表示什么 假设你有300万你就割压一档 就这样啊 你3000万你就割压一档 割压一档1000万 对不对 你有3亿就割压一档一亿啊 就这样割压一亿啊 没有为什么啊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 这几百万在做买了好几百档 几百万做买了好几百档 但是你把你当作自己是外资要是不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只有三档 就是我要集中活力 我要拼速度 我每段时间都这样做 那如果说大盘未来 因为它是整理盘 未来假设反转下来 假设上去又下来300点500点 假设我是说假设 那我就放空了 我还是一样三档放空 那很多投资朋友担心说 我们做股票 如果说假设万一做错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做错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我们就是跑了 我已经讲过 如果买了股票 买了两三天不会涨 我们也是卖掉 没什么输赢 没什么盈亏 我们也不要 因为这时间上的停损 我们没有时间跟他鬼混 那如果说买了股票以后 价格上跌下来怎么办呢 那我们马上就处理掉 马上处理掉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们不会套牢的 因为我不喜欢套牢 我不喜欢股票买来等待 我不喜欢非常不喜欢 也就是说如果做错 我们不会保留任何一档股票 我们只会保留那种会涨的股票 假设你看我昨天谈到了这3698龙达 你看我昨天讲了LED股票最强的三档股票 一档是光宏 一档是晶电 一档是龙达 那我说我买龙达 因为他是一个族群 所以我一起讲 但是我说我买龙达 对不对 就好像我之前在讲这个太阳能股 我不可能每一档都买 是不是 我就是买元经 是不是 我说我买元经 六四十三元经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解盘的时候 玉京也会讲一下 茂迪也会讲一下 瘦和也要讲一下 是不是 那新日光也讲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样比较有节目的内容 不然你一直讲那一档股票 不是很无趣吗 是不是 他是一个族群 那一个族群里面 我们是买那个最强的 比如说现在 在涨太阳能 我们就买那个太阳能最强的 在上个礼拜 以前的两个礼拜 我们就做元经 标了五成 把它卖掉 对不对 那现在LED里面 我们当然要挑最强的 没有最强也要第二名 你买那个不会涨的干嘛 LED也是一大戳 是不是 那我们就买什么 3698的龙达 是不是 昨天不是跟各位讲龙达吗 龙达什么时候买 昨天一大早 听说你还在睡觉 我把你叫起来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你不能睡太晚 9点10分 我就把你叫起来 9点10分 龙达 你不能睡那么久 因为你会买到价格太高 因为我们买的时候是16块半 16块半 昨天就已经涨7%了 昨天龙达就涨7% 而且昨天龙达是不是技术面 放量突破高点 我们就买那个第一个时间点 我们会不会两个礼拜以前 三个月以前 五年前买龙达来放着 然后等待今天涨 没那个时间 现在目前很多股票都涨起来 我知道大家也都 心理上也就比较安慰一点 但是那是你运气好 你套牢 最近涨起来那是运气好 你是硬拗了 我知道 硬拗了 你一定会输钱的 最后你还是会输掉 因为你最后你还是不会卖 还是又下去 保证啊 不会卖的人永远就是不会卖的 会的人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的 就是每一天浮浮沉沉沉 上上下下 做事情都是白搭 然后每天都在看那个报纸 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就买什么 二素七素的可成 哇大跌 基本面谁会比可成好 谁比可成好 可成大跌啊 怎么样 基本面很好啊 再讲啊 再讲基本面很好啊 可成啊 你说那个很烂的 那基本面很糟糕的瓶盖骨 那3673的TPK 哇 都在去 都在去 都是它在涨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说基本面很好 那大力光电手机骨 手机镜头 还没去啊 基本面很差 那个一样做手机的 二四九八的宏达链 标跟什么一样 变标股了 标了一倍啊 所以不要在讲基本面好不好 因为那大家都会啊 那大家都会 什么意思讲呢 股票要涨 要靠钱堆嘛 下跌靠风吹 没有钱砸进去会动 我才不信 它自己会跑 龙达如果没有人 把钱砸进去 它会动 我不相信它会涨 它已经多久没涨 龙达已经使用多久没涨 但是我一发动就涨了 昨天就大涨 今天又大涨 今天涨到十八块四 今天这种行情这么差 大盘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差一点被我们攻上去 攻上涨停板 开玩笑 十八块四 从昨天的低点到今天高点 竟然是十二% 那如果不小心 明天行情还不错的话 还没有崩盘 我们一直在等 这个股市崩盘 我一直在等它崩盘 总有一天一定会崩的 但是我已经讲过了 我不能预设立场 我不能预设说寒流要来 带着棉被上班 我已经跟你讲过 等寒流来我再跟你讲 寒流来的时候我们才讲 那如果寒流还没有来之前 千万不要带着棉被去上班 没那么冷 是不是 所以我们做股票 当它还没有大跌之前 我们就一直做多 一直做多 做到它霸为止 管它的 这哪一天垮掉 我们就不要做了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嘛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做 没有错吧 那龙达如果说 明天大盘还不错的话 听说它会不错 它标出去的话 可能就往两层的位置走 是不是有可能 我是说有没有可能 有有可能嘛 是不是 因为它连没有经电在涨 2448的经电 它也是很烂 经电也是很烂 那龙达也好不到哪里去 反正都是一样烂 那它哪里会好 我没有说它好 但是它会涨 就是会涨 因为人气就在这个地方 强势股就在这里 那我们是为了赚差价而已 我们又不是在当股东领卫生纸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们就是赚了就要走了 那如果说龙达明天再涨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超过两成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我们三天时间里面 我们可能赚到两成 而且我们不借钱的 我们不融资的 我们都用现股在砸的 那一千万就赚两百万 你知道的意思吗 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是做TBK 只有三天时间里面标了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把它卖掉 对不对 标了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就卖了 上个礼拜 97块8那天 那后来经过昨天整理 今天又转强 那等一下我会谈到TBK 我等一下会再减TBK 能不能再买 所以我们在做股票 我就速度就这么快 那你想想看 干嘛要长期投资 一个礼拜里面平均一两成 一个月就好几成 四五成五六成都有可能 是不是这样子 那是不是越整理越好 那是不是越跌越好 我希望大盘能够大跌 我还希望他能够今天跌个五百点下去 但是他就不跌 我有什么办法 因为他如果有跌三百点五百点 那我们可以买个人便宜 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随时都在想要再卖股票 买股票 那你会不会担心大盘涨涨跌 会不会 会不会心情不好 不会啊 怎么会不会呢 怎么会呢 怎么会紧张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 你看我们上礼拜 我们10月20号 我们买TBK的时候 70几块而已 78块半 也像9点03分 10月20号那一天 而且这档股票我也是送给你的 不晓得你有没有去买 三天时间掉了25% 到今天还在涨 那龙达昨天买到今天还在涨 那投资朋友你会想说那老师你上你之前跟我们讲的TBK 元晶或是8.1.2.1的月峰等等 那后来你在10月23号你告诉我们这五档股票 对不对 那今天那这五档股票今天要公开了 那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忘了传给这个我们三立台这个里面那个股票的名字 我明天再传过来 我先跟你讲 这档股票没什么好盖的 因为今天礼拜二了 你时间上已经明天后天礼拜五又要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 两天就够了 你有拿就拿 没有拿我就跟你讲 上礼拜不是叫你打电话来要 这档股票3008就大立光 我昨天不是有公开吗 大立光电 大立光电是上个礼拜五去压下来的时候去买的 2440 那昨天不是涨100多块今天又掉下来一点点 那没有关系啊 还是赚啊 赚多赚少还是赚啊 大立光电就是这样处理啊 那这档股票3698就是隆达 这个就是隆达 2XX4就是联发科嘛 就联发科啊 我就跟你讲 直接跟你讲联发科 就是发科 联发科就今天 今天就是一个拐点 今天就是买进了 今天就是一个买点 就联发科 那你看我挑的股票会不会乱挑 不会啊 这个挑这两股票是不是基优股 那基优股不会涨啊 但是我还是要挑一下 意思意思啊 隆达是不是投机股 是啊 大投机股啊 那这档是什么 参叉台股就是什么 3545的敦泰嘛 3545敦泰啊 就今天啊 今天测动啊 今天有一组会员就早上一开盘就买 我今天早上盘中连先的时候就已经讲这档股票了 那那虽然是没有收到最高 但是没有关系啊 那是不是一定会做成功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只知道说发动点到了我们就进去了 做不起来我们马上砍杀掉 我们不会留情的啊 不会跟他开玩笑的 他不涨我就翻脸了 我们就是这样做啦 所以你看看这五档股票我先跟你讲啦 这档叫敦泰嘛 那这档叫什么 六四四八这种叫什么 环球科 环卓金嘛 那现在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做动作 还没有完全涨上来的 就是联发科跟环球金嘛 是不是 那环球金 优秀的股票 基优股啊 不会涨 整理了八九天啊 就是整理啊 你看所以现在在涨的股票都是投机股嘛 是不是 你看大力光电 基优股嘛 我这里面的基优股就是大力光跟环球晶嘛 六四四八嘛 那这个是浪股票呢 三六九八 龙达不好呢 这怎么办呢 三五四五的敦泰 这本业亏钱耶 三五四五敦泰本业亏钱耶 靠业外才今年第三季才赚几毛耶 这二四五四联发科有争议嘛 是不是 所以我这五档股票里面是不是真正的基优股 是不是大力光电跟什么环球科嘛 环球晶嘛 不去啊 所以买基优股有什么用 买基优股有什么用呢 我目的是为了要赚钱啊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都在涨太阳能 太阳能一档比一档会亏钱 没有一档好的 就只有那个售和还可以 是不是 每一档都亏钱啊 那玉京三五一四的玉京 他前半年 亏了一块五毛多了 一块五毛五了 第三季勉强赚个几毛钱啊 卡布一下还亏了一块三了 飙了一点五倍 十块八到现在 飙了一点五倍 怎样 不行吗 当然可以啊 投机嘛 所以我说 这个市场很投机 到选举之前都一样会很投机 不会有大行情 但是个股会有行情 大盘不会有大行情 因为市场很投机 所以你的心要比市场更投机 你才有办法适应这个大盘 你才可以接受 否则你做不下去 否则你都会一直看那个机油股 机油股就是跌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反而还会跌 二四五四的 二四七四的可乘最机油嘛 不去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就是 这五档股票已经跟你讲了 那你就是看着办了 那你要跟着我做 我一样跟你讲说一手三档 我们只有做三档 最佳蒙打赏 我们做法就是 选前 选举之前 我们的策略是这样做的 快进快出赚了就走 要买就要买市场最强档 现在目前最强档是LED 行情不等待 除非你要过快 做对两个月胜过一整年 好好把握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 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 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先卖再卖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 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 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零二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千物高碍不是终点 钓鱼清新 才是关键 耐震 从选择SN钢材开始 东河钢铁 才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 喝可口可乐 享受畅快片刻 担门号不绑手机 比较划算 我知道 台湾之星 担担门号上网 吃到饱 只要三八八 不只这样 担网外 试换每分数 也只要两块 两块 这组合 他没了 台湾之星 担担门号 地表最强 D-Star 台湾之星 超越价值的 Premiere SEIKO 欢迎回来 烧鸡大英家 来关心 今天台股 中场跌了44点 不过尾盘硬失守 在8701点之上 我们看最清楚的 筹码面变化了 今天三大法人 是卖超35亿 外资是小卖了 1.3亿 已经开始是 油买转为卖了 那么后续行情 怎么看待 赞保先生这个丁超老师 好的 我先跟大家讲 我刚跟你讲了 那五档股票 不是规定我都要买 丁超已经讲过了 他条件稳而大 我们才会敲进去 那否则的话 我们就给他放弹 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挑出来股票 如果说 挑出来是上个礼拜挑的 但是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每一天的变动都不一样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不见得 一定要进场 不进场的问题 像龙达 我们一进场 就马上跟你讲 那因为大家担心 苹果电脑 今天盘后会公布财报 跟这个礼拜三 美国时间的礼拜三 就台北股市 台湾的礼拜四的凌晨 美国联准会利率政策 所以它会影响到 后面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所以大家还是蛮担心 美国股市或有大的变动 是不是 所以大家操作上面 比较 比较不敢大动作的原因在这里 但是我是认为是这样的 我是认为没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算是大跌五百点 真的也没关系 因为我每天都在 希望它大跌 我每天都希望它大跌 它就不跌 我也没办法 那如果大跌怎么办 大跌没有怎么办 大跌就把股票卖掉 没有怎么办 没有怎样 我很干脆的 如果美国突然间 有一天跌了五百点 那我一定早上一大早就砍杀掉 我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我不会讲理由的 管你的我就砍你砍掉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保留 让它套牢 为什么我要保留 我要当它套牢 我先卖再来买 买更多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看看 平常大盘还在涨 还在震荡的时候 我都会卖股票 何况是大跌 我绝对不会保留股票 甚至会反手放空 所以你不用担心 这个小问题 我会处理 你交给我处理就好了 所以大选前两个月的 操作策略怎么做 我就怕你不会做而已 快进快出赚了就走 你看我们TPK 元经 怎么赚的 要买就买市场最强股 你买那个不会涨的干嘛 那行情不等待 除非你够快 你动作速度要快 那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建议你做两个月 你至少要在我旁边两个月 否则他选你之前 你也不会 因为没有赚半毛钱 还要选什么总统 每天牛牛 那些混动分析 从联出到联尾 没有赚半毛钱 我常去演讲的时候 看导致病院都 每天都在那里 都看都是了多了少而已 没有看到就赚钱过了 都不能做了 一次都买百多钱 买千多钱 怎么赚钱了 你手上有几百档的 我问你 我说三档 这五档我已经跟你讲了 联发科 大力光 这个敦泰 龙打 还有就是环球经 这五档 自己看着办 看龙打 你看 我两天时间标了12% 听说明天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我的口讯 你是不是昨天一大早就进场 你要不要再考虑说 到底要不要把龙打 我再谈一下太阳能 我说太阳能 到目前为止 热度还在 所以太阳能 我应该 我因为也是考虑到 美国联总会要 礼拜要开会 不然的话我明天就想要买 其实我今天就想要买 把太阳能股买回来 今天我今天就想要把它买回来 这样子 我是考虑到国际的变动 我还是考虑到风险 所以我觉得礼拜 这个礼拜太阳能 应该最慢 礼拜四礼拜五 应该可以有机会再买回来 礼拜四礼拜五 当然标地物 让我保留一下 我买它一定会标的 哪一档看着办 太阳能股 那TPK 我先跟各位讲 TPK 3673的TPK 我们不是在上礼拜五 978那天卖掉吗 那昨天经过一天整理 今天开盘之后 马上冲出去 又掉下来 对不对 把它买回来 我们也都是很诚意 虽然这个武当不是 不是我们挑出来的 这个礼拜的蒙打赏 但是这个是上个礼拜的蒙打赏 我们买回来大概是96块左右 96块 我们甚至最低还可以买到95块6 因为它尾盘杀下来的时候 我就利用它冲出去到101块 杀下来的时候 要回来 那为什么要回来 因为它比我想象中更强 我认为这档股票是非常投机的股票 技术面非常投机 那 卖掉再买回来 买回来的价位不一定要比卖掉还更低 但是我们是买 买回来是比卖出去的价位更低 那这档股票我们的测量值来讲的话 我想应该以后有技术面 再跟各位来做一个解释 以后测量值来讲的话 应该是 不是这样子停下来 那第三季我预估 我预估这档股票应该是 会赚不少钱 我感觉 因为 我感觉TBK消息走漏 我是讲真的 没事为什么它之前 一大早大家都在跌它 突然就脱跑 我感觉第三季 可能会跌破眼镜 我感觉 探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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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可能赚不少 可能赚不少 因为它也一定有秘密 不可说的秘密 不是 那是正派经营公司 我是说 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感觉消息面可能有走路 所以我今天 不得不96块 再把它买回来 我就看它要做什么动作 我已经跟你暗示了 我是很敢的 你不要以为开玩笑 我是70 上一次买70几块 然后飙出去 赚了两成五 你以为我不敢买回来 我一定要等到80块 70块才买回来 你以为我是谁 它就算涨到120我都敢买 我买股票是为了明天 今天买明天可以涨停满就可以了 好好把握 我已经跟你讲过两个月策略 要把握这个时间 赶快来这个找定操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播 谢谢 好 台股今天是震荡走跌的 而目前遇上半年线 8807点压力趋速 有点上不去 那么后续台股盘事如何观察 请锁定超级带人家 明天同时再见 拜拜